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苏氏的《饮湖上出情后雨》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是苏氏在杭州当官时描写杭州西湖的名片 我们先来说说题目《饮湖上出情后雨》 这个题目可是信息量非常的大哦 《饮湖上》就是在西湖的船中饮酒 《出情后雨》交代了苏氏在西湖船上饮酒这一天的天气情况 那就是先是风和日丽的晴天,然后突然下起了雨 这一天苏氏坐着小船在美丽的西湖上游玩 一边游玩一边悠闲的喝着小酒 天气真好呀,阳光明媚,清风合唱 看着那清风浮动水波,苏氏陶醉的感叹道 水光烈焰,情方好 烈焰就是水波荡漾,波光闪动的样子 方好就是正显得美好 天晴时节,西湖在阳光的照耀,微风的轻浮下 水波荡漾,光芒闪动,正是令人心动的美好 正感叹着阳光之下,那西湖之美 忽然,西湖上竟下起了雨 细细的雨丝点点落入湖中 一般的人游上西湖,一定不喜欢下雨 觉得雨丝烦人,打扰兴致,都忙着跑开躲雨去了 可是苏氏却坚定地站在雨中 继续执着不移地表达着他对西湖的爱 山色空蒙,雨一齐 空蒙是细雨迷蒙的样子 苏氏说,雨中的西湖一样的好啊 你看那青春的远山,笼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 时隐时现 这空灵奇妙的雨景不是也十分美丽吗 情中与众都很美 要怎样来赞颂这无论何时都永保魅力的西湖呢 啊,苏氏想到了 他说,雨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子就是西湿 是春秋时越国的美女 想要把西湖比做春秋时的美女西湿啊 西湿不管是浓妆时还是淡妆时 都天姿国色,不改其美 这西湖也正如那美人西湿一样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都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富有独特风韵啊 在这首诗中 最后两句 与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是苏氏的神来之笔 在这里 苏氏没有承接前两句 继续描摹西湖具体的美景 而是档卡一笔 用一个贴切神妙的比喻 传达出西湖的神韵 这个比喻也是非常妙的哦 西湖有一个西子 西子也有一个西子 而且两者之美 都不惧怕外在条件的改变 西子淡妆也美 浓妆也美 西湖晴天也美 雨天也美 二者都具有随时随地 都在美的风姿神韵 真是神妙无敌的比喻啊 而这句比喻 讲西湖的神韵 显得太美了 人们深深喜爱着这句话 也深深喜爱着西湖 于是直到现在 人们还喜欢用西子湖 作为西湖的别称 怎么样 苏氏是不是很棒呀 眼湖上出情后雨 水光烈焰 情方好 深色空蒙 雨一齐 欲拔西湖 比西子 难庄 浓抹 总相宜 好啦 这首眼湖上出情后雨 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